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休想 是一份不经不扰的状态 让自己的日子过得闲硬 安宁 年轻时喜欢热闹 中年时喜欢稳定 而到了老年 希望自己能获得一份亲近 哪怕孤独一点 也只想安安静静 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人到晚年 学会静而不争 享受当下的生活 品孤独 就像开在夜间的花朵 独自绽放 只渴望简单地走过岁月流年 人到晚年 爱与恨 得与失 都不会再计较什么 往事皆云烟 活在当下就好 一 人到晚年 敬仰自己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任而东南西北风 我自归然不动 看透了生活 也就多了一份坦然 看淡了人生 也就少了无休止的欲望 一书说 做人凡事要静 静静地来 静静地去 静静努力 静静收获 切记喧哗 人生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火车 在车上会遇到很多人 大家都怕寂寞 所以结伴而行 一路上斗嘴嬉笑 动真情 或是假意逢迎 神间百态 应有尽有 快接近火车终点站的时候 真心也好 假意也罢 在人生的尽头 其实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人老了 到了晚年 要学会远离低智社交 学会独处 学会享受孤独 敬仰自己 子女祸福就随他们去吧 精彩的人生已经开始 自己也该做一个完美的谢幕 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了 朋友一起也都放一放吧 有些人和事真的不必牵挂于怀 接近火车终点 让自己无从释怀的心画个句号吧 不想再见的人就不要来往了 人到晚年 生命的时光有限 别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亦别为子女忧心地活着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做回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人到晚年 学会敬仰自己 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让自己活得自在 快乐 简单一点 二 人到晚年 静而不争 当一棵树苗努力地钻出土壤 扎根悬崖时 它就迎来了自己的使命 与世无争 自我生长 悬崖边的树不争荣耀 不争富贵 只是在静静地做着自己 人活着也要有这样一份平和的心态 笑看云起云落 闲观花开花谢 正如杨将散文的卷手提词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对于杨将来说 所有的光环不过是身外浮云罢了 只有读书才是关乎自己的事 杨将的一生淡然如水 与世无争 他自始至终都在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 确切的人生是保持一种 事宜状态的与世无争的生活 生活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调和 在于活出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 这并不是回避与软弱 而是一种自我与世界的和谐 林玉堂说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 陶渊明为了生存 不得已出任彭泽县令 但他到任才81天 便拂袖而去 从此不再出事 他选择了回家种田 生活虽然艰苦 但却活得很快乐 不喜欢名 不喜欢利 也不喜欢权 唯一喜爱他 便是那花间一壶酒的潇洒生活 他不争不抢 施久自渝 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自在和谐 宏吉一时的复旦女教授陈国有一句名言 我自风情万种 与世无争 风情万种 便是我们自我生长 热爱生命的样子 而与世无争 便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从容淡定 人生是自己的 我们不必为他人而活 也无需同他人去争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活法 一个人最优雅的样子 是不争不抢 和谐自在 人到晚年学会不计较 不纠缠 不埋怨 静而不争 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 吕坤说 只有安静下来以后才可以思考 静止的水才可以印出完整真实的影像 当自己安静下来 才会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走向 才会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该珍惜什么 才能明白自己痴迷而放不下的事情到底值不值得 不想再花太多的心思去揣测人心 也不愿意再做谁的配角 不要再纠缠往事不放 不要再与他人纠缠不清 人到晚年学会静而不争 学会看开与放下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安静处事 即便生活只是自己的一出独角戏 至少也能演出自己喜欢的韵味 别再为了琐碎之事 而让自己忧心忡忡 别再为了不值得的人 而彻夜难眠 别再为了不爱你的人 而茶饭不思 学会放下 看开 人到晚年一些伤心的事就不要再计较了 一些走远的人就不要在脑海中让他徘徊了 活到老 学会静而不争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 人生不易把岁月沉淀成一壶老酒 对着窗外的月光独自品尝 三 人到晚年静品孤独 人到晚年让自己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空间 学会静品孤独 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 生活是迷人的 它有很多个面 很多层次 只要我们不断调整心态 便能发现它不同的美 人到晚年越是安静下来 越是有一个好心态 便越能体会到生活中的甘甜 人到晚年一切浮华都散去 历经沧桑 剩下一个蜕变之后的自己 学会近处 不让外人打扰 没有迁就和妥协 有的只是取悦自己 让自己快乐的行程 人到了晚年才真正懂得该珍惜什么 守住自己的一方净土 淡薄名利 不争不强 品味属于自己的人生滋味 红尘之事纷纷扰扰 若是深陷其中 则没有片刻安宁 若是从琐碎的日子中平静下来 回归本心 放慢自己的脚步 会发现认真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生到了暮年 安安静静就好 过好当下的生活 学会与自己和解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晚年的生活质量会更高 人生在世 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沧桑 走到晚年 学会享受孤独 静而不争 抚养自己 在这浮躁的世界 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 都会有太多的负面情绪 惊扰着自己的内心 也无法让自己平心静气 越是着急 就越无法安静下来 不能静下来的人生 如同杂乱的麻线 越里越乱 诸葛亮给儿子的信中曾写道 在任何事情出现之后 仍能平心静气 是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素质 而人到晚年可以心静如水 宠辱皆忘 并是活出了人生大智慧 学会安静处世 是一种修行 人到晚年 比喻孤独作对 学会与它和解 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片宁静 安详晚年的生活 人到迟暮之年 不要害怕孤独 也不要抗拒安静 当你真正感悟到安静的力量时 便能得到一个万里无云 似济如春的世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